第三十題 某電鍋的規格標示為110伏特880瓦 若將此電鍋接上110伏特的焦流電 則下列何則錯誤 我們曉得老師上課教過 焦式為110伏特880瓦就是正常使用要接在110伏特的電壓上 而且正常使用的時候它能夠產生的電功率就是880瓦 也就是一秒鐘有880瓦的能量 所以選項諸說接在220伏特無法正常使用的說法是對的 那麼選項B說每秒鐘會消耗880瓦的電能也是對的 老師上課也說過 給了標示之後要能夠匯算電阻 要能夠匯算電流 那麼根據我們的電功率公式PE等於IV 那麼如果我們的功率是880瓦 我們接在110伏特的電壓上 那我們電流就是8A 所以選項A說通過電過電流為8A是對的 那麼根據公式PE等於V平方除以R 所以我們現在的功率是880瓦 那我們電壓是110伏特要平方要110x110 那我們電阻R 所以R就等於880x110x110 那麼我們的這個11消掉這裡是10 那這裡是80 所以就會變成80分之1100 那麼這看起來就不是我們的選項C這個答案 所以選項C是錯的 所以第30題問我們說 則下列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C 電鍋的電阻為8分之55歐姆 中文字幕影響 中文字幕影響